这个真相 但是呢 在金刚经里面说 你不能说是佛没有具足三十二相啊 如果说佛不具足三十二相 世人说诸法断灭相啊 不是这样讲的吗 所以也不能着三十二相 也不能认为没有三十二相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了的话真假俱通啊 三十二相就是法身啊 那么清净法身呢 就不离这个 一切法 那么一切法呢 不离清净法身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这样 真假俱通啊 不然的话空是空 有是有 若愿失闻 牺牲取舍 如果知道这一句话的话 我们就不要取舍了 那么因为问的人是说 我们的本性啊 不管有佛无佛 我们都一体三宝 自信三宝 为什么要雕刻佛像 为什么要书写经典 为什么要替法出家 那个才叫做三宝 我们自信就是三宝啦 那么有名的时候大师意思是说 上根器当然可以这么说啦 但是下根器的三宝没有传来 东土震旦的时候 中国有哪有一个人开悟啊 没有啊 有哪一个人知道佛要怎么修 要怎么样解脱 没有啊 所以还是要借三宝的形象啊 看到这些汉明帝啊 然后他们得到这些看到佛像啊 看到设立啊 他们才相信啊 对不对 就好像这个加热摩藤跟祖法兰啊 他们来 来传法的时候啊 有人就出主意啊 念佛教的那样好 不然道教的道士 塞公毙毙的看什么更厉害啊 对不对 就最简单 拿火来烧啊 你佛经拿来烧 我们道经也拿来烧 看什么烧得起来 如果烧不起来 如果烧去的就是假的啊 如果没烧去的就是真的啊 所以呢 加色摩藤跟祖法兰啊 两个都是有正果的啊 他们就说 好啊 那佛经拿来烧啊 你们道经也拿来烧啊 结果一刷道经就烧掉了 佛经烧不掉 那因为这个像呢 所以呢 他们就相信说 因为这个可能这个 诸佛菩萨加持啊 或者是这个法师 他有神通啊 道力啊 所以呢 让这个像 哎 觉得说啊 你看那道经都烧了了去啊 那么呢 这个道士呢 快速塞功不如灰心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人家就相信 哦 原来佛法是这样 佛法才可信啊 他比较感应啊 他比较殊胜啊 那因为有像嘛 所以 如果没有借这个像啊 没有人会去相信 对不对 说一个这个事项的 啊 我们最近啊 那个南投有个居士啊 他说他们家啊 又有信佛教 又有信道教 又有基督教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他说 引道是联合国 啊 他爸爸往生啊 他就想说 应该要做佛教的 我是信佛 他虽然是大哥 他妈妈虽然也学佛 但是他妈妈学佛学了那么久 几十年只有度他一个而已 他的弟弟啊 是基督教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啊 就是道教的 然后啊 他妈妈就想是坚持要做佛法 可是他妈妈虽然也有学佛 可是也不是 虽然有学了那么久啊 但是也好像不是很了解 就是那种传统的习俗啊 习俗啊 观念还是很重啊 比如说我们说啊 我们人往生不要哭啊 要祝念啊 不过他就带头哭 很久不随便会有 啊 现在做起来来哭 书无疑的就哭了 书无疑的 有疑的当然也不敢哭 对不对 那私底下就带头这样哭啊 做什么 就是不是说很那个啊 然后啊 他那个学佛的人 他是老大 他就很坚持要做佛法 就是说要做佛事啦 然后后来就 动一个念头 就是说啊 如果说因为他爸有一些财产嘛 啊就兄弟会分嘛 后来他就动一个念头 他就想说 如果真的不让我做佛法佛事的话 我就要跟他说 我说 宅善都给你处理 老伯给我处理 这样可能他们就会开心了 因为世间人嘛 对不对 宅善都给你处理 老伯我来处理 人可能就会开心 他说啊不然你就诵经好了啦 你就做佛事啦 当然还没有说到这一步啦 但是他有 他有想到 这样啊 万一真的说不听 就要这样说了吗 就说 因为如果我们佛教徒啊 讲到未来都出钱的事情 有的人他就说 啊不然都我扶着都我出 这样就有可能啦 比如说有的很多啊 这个师兄师姐 他们比如说做佛事啊 请法师诵经 或者是要火化 要放那股塔 他就会想说 人会说 诶 那个贵啦 或是怎么 那要花多钱啦 有的人就会讲说 啊不贵我都出 都我出 啊你都不要说话 啊大家这样 欢喜就好了 因为如果说要出钱 大家就会 那如果有人说 有人要出钱 那不是很好嘛 对不对 啊那个师兄也是这样啊 他讲说啊 如果真的说没有啊 我就跟他说 啊不然钱都要处理啦 啊老伯我处理了 后来他是没有说到 这一个啦 然后后来他就说 哦结果在 就诵经了嘛 做头戚啊 做这个三十系列啊 这样子 然后结果啊就是说 这是他说的啦 不是我说的啦 他说的 他说做头戚的时候 他说 诶 那个他的那个道教的 那个他说 他说看到他站在师父 他爸爸站在师父旁边诵经 这样 看到他爸爸 道教的 看到他爸爸在师父旁边诵经 啊 然后 到 做这个三十系列的时候 那个信基督教的 说看到阿弥陀佛放光 然后把他爸爸接走 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说 奇怪 他怎么不说上帝他接去 还不说 牙缩来 对不对 就是给那个基督教的看 看到说 放光然后 看到他爸爸呢 被接走 这样子 我说对啊 因为就要说给他们看 对不对 如果给你佛教徒看到 你佛教徒讲给他们听 他们会信吗 说你贾菜人 说贾菜人 对不对 你都说你们好啊 我也没看啊 所以 他是说 他本人没看到 但是 他的那个 就是说 道教的 那个 那个 他弟弟的老婆 还有基督教的 也都看到 所以看到说 看到那个在师父旁边诵经 然后 又看到说 那个阿弥陀佛放光 然后 接走 这样子 所以 这个也是佛的 这个 这个一个方便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像 谁要相信 说 你们说 啊 学佛啊 怎样怎样啊 念佛多好 诵经多好啊 对不对 有极乐世界啊 阿弥陀佛啊 说对啊 因为 如果是 基督教者 基督徒啊 他也不用为我们说好话 对不对 他没看 他怎么就替我们佛教说好话 说 让你阿弥陀佛接走 阿弥陀佛接走 那不是他给了开的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没事 他也不会帮我们说好话 说 在诵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接走 不会这样讲吧 那当然 因为他真的有看到 或者是他真的 很明显的 他才愿意讲 讲给人家听 不然的话 应该变成说 我看上帝 上帝把他带走 对不对 应该说自己的话 所以这个也是像 像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 激励众生的一个事情 所以 若愿失文 牺牲取舍 那我们如果知道这句话的话 离体事相 就不要去取舍 要有礼也有事 所以用借着这些像 去能够启发 当然这个像 感应是假像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个后面会讲到说感应 感应有这个明印跟这个显印 显印就是很明显的 像刚才说 看到这个映身 或者是看到这个画像 画现的画佛 或者是映佛 很明显的 他看到这些现象 那么也是一种感应 那么后面会讲到说 还有一种叫做明印 明印叫做什么呢 就是法身的印 刚刚那个是讲硬化的印 感应化的感应 什么叫做法身的感应 什么叫法身的感应 就是不知不觉 那你越来越看得开 越来有智慧 越来心情越好 那么越来越了解佛法 这也是感应 不要以为说 我怎么都没看 我怎么都没感应 你感应的是那个法身 法身的印 不是那个硬化身的印 硬化身的印 是为了要那些不信的人 给他一个硬化的一个明显的形象 那么我们呢 每个人可能都有法身的印 对不对 你很坚持的学佛念佛 这就是法身的感应 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 不然我们什么都没看 又坐在这里 不简单 对不对 真的念整佛 什么都没看 也在这里 就表示你有法身的加持 不然你怎么要相信 又坐在这里 对不对 还要继续念佛拜佛 那么也有法身的印 所以这个我们会不会讲到 所以这里说 若愿失文牺牲取舍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这些话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认为说 离体的比较就近 事项就是分别 再来说 或广心供养 发大至成 一夜公生修阴力大 所以我们能够广心供养 广生起供养 因为借着三宝的形象 我们有三宝 三宝要有事情做 比如说我们道场里面 这个要人家发心 佛像要人家护持 大殿要人家发心 哦 有事情做的 他觉得他会去做 你说叫他 你坐在那里念佛他没了 对不对 你这里打坐他也没了 看经义他可能也看不到 你说你要设心 专注心念 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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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就像有人参残 走走走走走 听众人家护持 要是去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么呢 如果有的人说 不是喔 你要補养 俗子要你要发心 你要交钱 一个要交多少 他就会交出来 哦 你来来支援回收 来去做什么 他有事项可以做 来扫头咖 拼扁手 来扫车 来扫车 这样他们也可以发心 所以有的人喜欢在这个 在不同的场合啊 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 或广心供养发大自成 意思就是说 这个形象也是 可以让人发心 一夜公升 修阴力大 所以三宝的形象 或者是这个 三宝的形象 能够让众生发心 是以贫女献攀殿 而未登之佛 童子尽吐草 而福寿伦亡 贫女呢 就是贫穷的女子啊 他献这个攀殿 攀就是洗米水 洗米水叫做攀 那么殿呢 我们说 淀粉类啊 就是渣滋啊 攀殿就是 生米村的那里 有什么渣滋 生米粉 就是说 那个氛会沉淀嘛 那不是米嘛 我们一般都会倒掉嘛 倒掉的时候就没去变变了 攀殿就是说 洗米的那个氛氛的水 那个渣滋啊 来供养 这个 比丘 所以他得到了辟之佛果 所以他很全程心啊 他没有钱啊 他是散钱啊 所以他只有剩下洗米水啊 米洗洗的 那米也老家的 米也不是他的 那水只有水而已 洗米水倒掉 那水拿来供用 那么他得到 壁之佛的果味 虔诚啊 就是说 虽然是很不好的东西啊 也没有什么 但是他很虔诚的供养 很虔诚的惭愧 说我没有福报啊 那我只能供养这样 我虔诚的 所有的财产而已啊 就像我们说这个 受罢官再借那个人 那个阿婆一样 他所有财产就是这样啊 都没有 那么再来说 童子进土草而福寿轮往 童子啊 这个是讲佛经里面讲 阿育王过去啊 是一个童子 那么跟小孩子在玩 泥土的时候啊 然后用泥土做城堡啊 然后用泥土做仓库啊 仓库里面就放一些土啊 就说哦 这是我的粮食啊 那时候后来遇到这个佛呢 来的时候啊 那么他就把他仓库的粮食 拿来供养佛 其实就是他那个土而已啦 小孩子在玩的 所以童子啊 他进土草 就是用土做的 这个仓库的这个稻谷啊 麦子啊 我来供养佛 其实是 是这个泥土而已 那么而福寿人亡啊 他就说我供养这个佛啊 我希望能够得到呢 广大的福报啊 能护持佛法 后来呢他就受这个转轮王位 意思就是他 起这个虔诚心的供养 然后当然 他也发大愿了 要护持三宝 所以这个童子虽然呢 供养这个土啊 草就是我们面类麦子啊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土所做的而已啦 并不是真的啊 他不是真的 因为小孩子在玩 在玩的当中看到佛过来 供养佛 就用土而已 那么他把它当作麦子 来供养 那么意思就是说 所以呢我们只要真诚心 发大供养 虽然是贫穷的女子啊 来供养这个西米水啊 或者是这个童子 来供养这个泥沙啦 那么都得到广大的福报 所以不要说 三宝是假象 虽然是假象 恭敬他有福报 那么轻视他有罪过 所以印光大师说 一分恭敬一分的这个功德 那么如果不恭敬 那来就没功德啊 那如果轻视破坏 那也有罪 虽然是假的东西也是有罪 因为呢起了恶念嘛 那起了善念就有功德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 一切都是唯心啊 我们的心念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 我们说要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其实呢我觉得发菩提心 很重要啊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 一项专念最重要 佛号念最多最好啦 但是呢 前提应该要发菩提心 如果发菩提心念佛 那么呢 功德最大 如果发生死心念佛 那么功德就比较小 一样在持念佛号的时候啊 看用什么样的心念 所以我们要发广大心 我们说 把我们想象这个佛号的功德 无量无边 我们在佛经里面说 当我称佛名号的时候 阿弥陀就住在我们的佛顶 那么我们就想说 阿弥陀佛的光明呢 遍造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人天地狱二鬼畜生啊 一切众生都佛道佛光的铸造 然后大家都一同来念阿弥陀佛 然后都一同来成就佛道 那么在念佛的当下就是发菩提心 与其东想西想不如这样想 因为我们念佛的时候 那有时候念佛哪 念佛哪买菜 有时候哪念佛呢 哪去逛街 想说念佛要来买赏 然后这大生了 那一大那一大 这样才有顺略 这样才不再多生一次 所以哪念佛哪买菜 哪念佛呢 想说要来拍佩吗 洗衣吗 今天日常不知道 有得董到月宝吗 哪念佛呢 哪去拍佩 就是这样是吗 真的啊 众生心嘛 那我们现在想这些 不如来发大愿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想说 阿弥陀佛祝我们顶上放大光明 辨造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众生都一起念佛 都呢 成就佛道 发这个菩提心 那就是我们这里说 心的愿力啊 是最广大的 那如果我们发的 念佛的时候 心到这 到底有佛啦 没佛啦 没佛啦 到底我的忧心没 那这个心呢 就不一样 不一样 果报不一样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公信心来念佛 当作发菩提心来念佛 好 那我们不要 那我们都会 诚会 哪我们都会 这些 我们都会 赛额 这些人都会 这些人都会 那我们都会 听到 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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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程 请放长 请打开249页 道数第四行 他说问 因缘异空自他无性 涅凡生死一体无疏 如何行使广垂色化 这个问说因缘异空 异就是体 因为因缘所生法没有自体 没有自信 所以这个意就是体的意思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所以他的体就是空 自他无性 没有我像 人像 这个都是无性的 那么 自他就是说我们自己 跟众生 跟他人 那么涅槃生死一体无疏 这个了生死来圣人的涅槃 跟我们凡夫的生死 他是同一个体性 没有差别 没有输意 输就是不同 那么既然的话 没有我像 人像 也没有圣人 也没有凡夫生死 也没有涅槃 那么这样子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一切法都是毕竟空 都是空的 为什么要如何要行慈 为什么要行慈悲 去利益众生 然后广垂色化 就是要以佛法去设化众生 意思说一切法都是空 那也不用度众生 也不用说法 那既然生死跟涅槃平等 也不用求了生死 去证涅槃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问的人 站在 这个一切法毕竟空 这个没有实体的角度来说 那么回答说 虽然人法本空 比我虚极 而众生迷如梦所得都不觉知 菩萨心悲而是真实 就是说虽然人法本空 而比我虚极 就是说我们众生 我像人像 或者是法像 非法像 一切都是空 那么呢 比我虚极 就是 比就是人像 我就是我像 众生跟我 都是不可得 都是五蕴皆空 都是极灭 当然然而 众生迷如梦所得 都不觉知 但是众生它是迷 因为众生不知道这个道理 如梦所得都不觉知 就好像梦中啊 得到的东西 那么呢 所见的境界都是 都是假的 但是呢 众生都不知道 一切法 有为法都是如梦 如幻泡影 那么 众生迷惑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是梦幻泡影啊 所以说如梦所得 都不觉知 就是指说众生在梦里面一样 不知道这些是虚幻的 所以菩萨心悲 而是真实 所以菩萨兴起悲心啊 来显示一切诸法的实相 真实相 意思就是说 虽然没有众生可度啦 也没有这个能度的我啦 那么也没有说法的人啊 也没有被度的众生啊 但是因为众生不知道啊 就像这个维摩节经里面说 一切众生都是空 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啊 众生本来生死 涅槃都不可得啊 那么也没有生死啊 也没有苦啊啊 那么 为什么要去度众生啊 那么这个维摩节经里面就说啊 因为众生不知道啊 众生不知道这些都是空啊 那么如在梦中啊 那么众生在里面呢 颠倒啊 忧悲啊 苦恼啊 不知道这些忧悲苦恼都是假的 众生不知道 所以菩萨慈悲啊 要开示众生 就是告诉他 一切法都是无我 一切法都是空啊 所以说菩萨心悲而是真实 菩萨呢 欣喜悲心 因为众生不知道 如在梦中啊 那么所以呢 菩萨呢要去教化众生 来开示众生真实相 那么虽然度众生 虽然灭度如是无量无边众生啊 而无众生得灭度者 金刚经里面说啊 我若卵生若胎生 私生化生 我都令入无意灭盘而灭度之 虽然灭度如是无量无边众生 但是实在没有众生可以度 这样子呢 才是知道他的真实意 所以菩萨度众生 而没有众生可度啊 所以说菩萨心悲 为了要让众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意思就是说 虽然众生都是空 生死也没有 那么烦恼也不可得 但是众生不了解 虽然生 虽然死 虽然受苦 悠悲苦恼 所以菩萨就是要让众生 知道这些道理 再来说 大波热经云 佛告善现 因之有情 二十五月 虽自信空远离众向 而有杂染清净可得 这个是大波热经 佛告善现 告诉这个善现 他说应该要知道 有情虽然自信空远离众向 250页说 一切众生 就是一切有情 虽然他自信空 也没有涅槃 也没有生死 也没有苦啊 就像心经说 无苦即灭道啊 对不对 但是众生不知道啊 那么虽然自信是空远离众向 但是众生因为不知道啊 所以而有杂染清净可得 因为众生不了解 所以有杂染 这个生老病死 无名原形形原事啊 乃是这个老死 幽悲苦恼 那么存大苦惧 那么就有杂染产生啊 那么因为众生有杂染 所以就有清净可得啊 所以虽然一切法都是空 但是众生不知道啊 所以呢 在这个生命里面啊 就见到这些啊 种种的苦啊 所以呢 虽然呢 是自信空 但是呢 还是有清净 杂染可得 就像这个 《维某节经》里面说 虽知诸佛果 即与众生空 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虽然知道说 国土世界是不可得 众生也是空 就像阿弥陀佛啊 成就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也知道说 国土不可得 依报这个世界啊 这个青色青光啊 杭树罗网啊 七重杭树 七重罗网这些 都是一切有为法 都是如莫安报应的 这个世界呢 也是虚幻的 但是为了要教化众生 所以成就净土 所以说 虽知诸佛果 虽然佛的国土净土啊 给予众生空 还有众生也是不可得啊 但是呢 而常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但是呢 这些菩萨呢 虽然知道 国土不可得 众生也不可得 但是呢 却庄严净土 来教化于群生 来教化众生 因为众生不知道 世界是虚妄的 那么我们众生 就是正报 那么国土就是一报 众生不知道说 世界 诸佛国 这个一报是空的 那么 给予众生空 众生的正报也是空的 一报正报都是不可得 因为众生不知道啊 所以呢 就庄严净土 来成就众生 来教化众生 那么所以说 虽然没有我相 但是还是要慈悲 虽然没有众生 还是要呢 教化 利益 所以 那么虽然教化了 那么多的众生 实际上没有度众生 所以 金刚就说 虽然灭度那么多众生 我没有度众生 那么 释迦牟尼佛说 我没有度众生 因为众生本空嘛 那么 那么所以说这个 虽然是空 但是众生不知道 所以要说法 啊 再来说 启信论云 虽念诸法自信不生 而父 疾念 因缘何合 善乐之业 苦乐等报 不思不患 啊 然后呢 下面一句 我们等一下再说 他说 虽然知道诸法 自信不生 啊 诸法自信不生 就是说 诸法 他是不生不灭 啊 像新经说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啊 这一切法 他的自体性啊 自体相 就是诸法的空向 空向里面 没有什么生 没有灭 也没有够 也没有静 啊 也没有 这个增 也没有减 啊 够就是烦恼 静就是涅槃 啊 那么也没有增 圣人不增 凡夫不减 啊 都是平等 啊 众生跟诸佛都是平等 虽然呢 知道说 一切法自信呢 他是不生不灭 啊 但是呢 而父即念 因缘何何何 善恶之夜 苦乐等报 不思不患 虽然说 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 自信呢 没有这些 啊 生灭象 但是呢 要知道说 啊 菩萨又知道说 即念呢 因缘何何 啊 因为诸法不生不灭 但是呢 因为因缘何何啊 所以呢 善恶之夜苦乐等报 不思不患 啊 就是说 一切法虽然不生不灭 但是 随与染静缘啊 染污跟清静的因缘啊 善业跟恶业的关系啊 所以善业得乐报 那么这个缘起呢 它是不思不患 啊 就是说 世俗地里面啊 这个缘起还是有 啊 还是存在的 造善业呢 得乐的果报 造恶业呢 得苦的果报 这个因缘不会坏 不会说 因为一切法皆空 所以造善业 下地狱 造恶业 升天堂 不会吧 啊 虽然一切法都是必尽空 不生不灭 但是呢 它的缘起事项里面啊 不思呢 就得福报 杀生呢 就得短命 那么这个呢 一定还是不思不坏 因缘不坏 所以虽然知道说 一切法毕竟空 但是呢 还是要呢 断恶修散 不是说 一切法都是空的 反正修散也没关系 那么呢 作恶也不要紧 不是这样 还是一样 要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 不然的话 都是空的话 那什么都可以做了 也可以杀身啊 也可以偷盗啊 也可以害人啊 那么这个呢 是 事性是空 但是呢 缘起有 善恶果报 不思不换 就是不会坏了 所以站在缘起里面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那也不是不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说 虽然呢 菩萨知道一切法 不生不灭 但是要知道说 缘起法的世俗地 它有善因 善缘 善果 恶因 恶缘 恶果 都是不会坏的 不会说 做这个呢 没有得到果报 那么就没有因果 就是不坏这个因果 那么接下来相对说 虽念因缘 善恶业报 虽然知道说 一切诸法的因缘 它有善恶的业报 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那么 而意及念性不可得 那么而且 同时要知道说 一切诸法 体性不可得 而意及念 就是说 同时在 观因缘 生灭的当下 要意念这个呢 体性不可得 一切法 必尽空 一切有为法 是如梦幻泡影的 所以在因缘业报 里面 虽然知道善有善报 但是呢 要知道说 它不可得 比如说我们 这个金刚经里面说 布施 布施以后 要无所住 为什么无所住 无所住 行与布施 因为布施以后 不能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虽然知道说 布施会有果报 但是呢 要知道说 这些都是缘起的 没有自信的 所以在布施里面 三轮体功 没有什么我可得 也没有众生可度 所以 要这个因缘当下 又要知道 缘起的性 它是不可得 没有实性 那么 不实不坏 诸佛的净土啊 也是一样有这些缘起啊 而不住 涅槃 就是不住于涅槃啊 涅槃就是 极灭啊 意思就是说 缘起跟 缘起跟性空 它们两个是不二的 缘起就是性空 性空不坏缘起 所以呢 不住于涅槃就是性空啊 性空呢 不是在缘起之外 另外有一个性空啊 意思就是说 关缘起 关缘起 要知道说 我们要了知缘起法 而不住于这个性空里面 涅槃就是性空里面 我们如果只住于性空里面啊 就失去了慈悲啦 失去了慈悲 如果我们用慈悲跟智慧来说啦 如果啊 一个修行人啊 比如说我们经论里面说 二圣的人啊 他住于涅槃 而不去慈悲众生 在缘起里面去利益众生的话 那么呢 他只住于涅槃的话 不在缘起里面 有作用 妙用的话 那么就变成不慈悲了 所以呢 菩萨要观众生的缘起 而不住于涅槃 观众生的缘起 而能够在缘起里面 去利益众生啊 就是如果我们以观世音菩萨说 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 而为说法 就是说观众生的缘起 他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度化他 而不住在那个涅槃的性空里面 不出来教化众生 不出来慈悲一切 那么这个叫做观缘起 而不住涅槃 就是说 那么实际上呢 念凡的性空也不是离开这个缘起法 另外有一个性空 不是说 这一边是缘起 这一边是性空 而是呢 缘起就是性空 性空就是缘起 那么菩萨知道性空 并不妨碍度化众生的缘起 性空呢 空极的体性呢 就在慈悲喜舍众生的当下 他就是性空了 并不是说 我现在度众生是四相 然后呢 性空是离体 那么度众生很烦啊 着相 那在离体的话 才是空极 这样的话 就是一边是四相有为 一边是离体的无为 菩萨知道说 性空的全部呢 就在 慈悲利益众生的缘起的当下 去体会性空 并不是离开世间 就像六祖团经里面说 离世密菩提 离开世间 去追求一个菩提的意思 所以缘起跟性空 它是同时双关 那么这个二地要融通 那么空有无碍 所以说 是以观缘起而不住涅槃 因为菩萨要知道说 众生的缘起 所以观世音菩萨不住于涅槃 而随众生心来献这些 种种的身相去慈悲 那么虽然在慈悲里面 可是他也没有住在 这个缘起里面 所以说 是以观缘起而不住涅槃 在缘起里面可以慈悲利益众生 那么了性空而不住生死 这个这句话呢 就是说 在生死当中教化众生的时候呢 而能够了知性空 所以呢 菩萨就不住在生死里面 菩萨在视线度化众生的时候 虽然呢 他也有种种的化现 用种种的身相去度众生 可是菩萨没有执着 没有我相人相 我们献国王身 菩萨如果献宰官身 国王身 彼丘身 彼丘尼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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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于这个身相是没有执着的 他不会说我视线国王 我执着国王 我视线大臣 执着大臣 视线长者 执着长者 视线法师 我执着 我是大法师 那么 他不住于生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了性空 因为他知道说 一切缘起法 他的体性都是空极 所以叫了性空而不住生死 那么这个是说 缘起性空 涅槃生死 缘起不离性空 性空不离缘起 生死即是涅槃 涅槃也不离生死 所以意思就是说 问的人就是说 既然都没有这些 为什么还要去慈悲度化众生 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说 性空 当然一切法都是空极的 没有我像人像 但是这个性空并不妨碍 我们在慈悲利益众生 因为问的人就是说 既然一切众生都是空 国土都是虚幻 那么我们就住在空里面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去慈悲众生 还要去说法利人天 那就不要做了 因为都是空 也没有生死 也没有涅槃 也没有众生 也没有我 就不用慈悲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好像慈悲众生是四项 然后呢 注意